大家好 市是怎樣都有目共睹 外圍都喘得定下 但港股照樣是跌 兼且逢底就穿底 23,600本來上次的低位 本來都應該有些技術支持 但見到今天一動就立刻穿 下到23,200基本上是我第二個支持位 到23,200就彈了一點 但我想12月都是空狠的 開局的時候就要留意中國PPI的數字 如果PPI跌不到的話 你預計再插一下 因為前兩天就出了中國的PMI 數字OK 但A股和港股的反應都不算太正面 所以顯示到 面對著中國經濟數據 差的話一定會跌到足 好的話 就是看心情才看有沒有反彈 我覺得港股還有機會再試一次 23,200這個位 因為通常一個新的低位 恆子就不會見一次 起碼都見兩次了 接下來的Ranger可能在23,200至23,600 但是也是這樣說 如果你真心想搏反彈的話 我覺得也盡量避開平台經濟股 即是ATM那一類的 因為這些受住的監管 其實一招接一招 跌幅一下比一下大 所以很難說現在已經是見了底 那你搏反彈 真的不能拉到目標價太高 那就自己要因應著情況